人在座 現在看中國最高的是阿康 大陸饒舌節目中國有嘻哈 兩個月播出以來討論度超高 本來被說哈南韓節目 Show me the money 幾乎一模一樣 但節目以真人秀的方式 由製作人代理選手比賽 歌詞 態度 情緒都表露無遺 不同以往層層包裝的選秀方式 讓原本非主流的嘻哈文化迅速竄紅 有freestyle嗎 從吳亦凡一句你有freestyle嗎 大街小巷爭相模仿名人也來湊一咖 你有freestyle嗎 可以給我一個freestyle嗎 這個舞后頭的文章被我搞一個 後面有人給我一個人給我一個人 你有freestyle嗎 那你也有freestyle嗎 就連張正月熱狗在節目中評論的詞語 也融入了日常生活 我覺得不行 我覺得其實可以 我覺得不行 我覺得其實可以 阿樂比想像中的還要嚴格 阿樂真的很嚴格 比我想像中的嚴格 湯湯 你先記 先發給他好不好 先記得 先發給他們 嘻哈式的用語和手勢 造成一股流行 聽說你唯不要diss我 還好 我覺得還好 酷 diss就是鄙視的意思 而表演的手勢也都富有意義 嘻哈節目引發潮流 選手更從地下饒舌 紅到檯面上 電影蜘蛛人甚至找來選手PG1 唱主題曲 節目本來還被說抄襲 沒想到做出自己的特色 甚至引起潮流 比起造新節目 嘻哈歌手的真實 反而更能打動觀眾的心 TVB 新聞裝配 文 劉宇清 台北報導 Hey yo 安靜了太久 我是PG 現在只想把這裡給炸了 歡迎收看新鮮話 Yoshika Voodoo Yeah 我想在跑車裡 想要一輛翻了咧 想要欠人民幣 BAM BAM Voodoo It's Viva 穿我的 穿我的新衣 從來不敷衍 我打扮得驚心 開始妳的牌子變得有點亂 開始我的頭髮變得有點亂 但是沒有關係 但是沒有關係 我現在要開始傳達我的麥克 麥克風的下一個到底在哪 麥克風的下一個 快點過來拿 沒人來拿 李懿我覺得這段沒有拍子的表演 怎麼樣 郭靖我覺得不行 我覺得可以 我覺得很普通 其實我覺得真的很普通 講不上去唯心之論對不對 沒有錯 我覺得可以 好啦 我們今天要聊的呢 其實就是中國有嘻哈 不過還是要來歡迎模仿他們 並且爆紅的這一組 WACKY BOYS 歡迎 蘇雪 嗨 還有瑋哥 歡迎 但是我覺得有些觀眾 其實還是不瞭解 這個中國有嘻哈的節目 我們就來請這個無所不知 無所不能的李懿為大家介紹一下 我就是知識王 我先跟大家報告一下 這個中國有嘻哈 其實它是中國第一檔 就是以嘻哈說唱為主的 選秀比賽 然後它的賽制也跟以往 就是歌唱節目不一樣 像它有自己的Freestyle 然後一對一的Battle 或是它可能要在24小時之內 就要做出一首歌這樣子 24小時 對 而且我跟你說 看這個節目 你內心會充滿著一種熱情 沒錯 沒錯 因為你知道嘻哈歌手 他們是非常直接 表達自己情緒的 就像其他選秀 人家問你說 你覺得誰會第一名 他們可能就會很謙虛說 應該是酷炫 應該是郭靖 就不會說自己 他們很兇 對 嘻哈選手 你問我... 你覺得誰會第一名 第一名Guy 第二名Bridge 第三名 不管我的事 為什麼 我也想要搖來搖去 對 他們就會把第一名 所有的都是自己 然後要是別人表演得很爛 他們就會在台下這樣 有 對 而且自己是很不屑的表情 對 然後所以你就會覺得 這是一個很 做自己的節目 所以看了就會很開心 不過他們賽制也滿多 滿多種的 很多種 就是什麼60秒 然後一對一 Battle賽 還有我剛剛說的那個 24小時就要做出一首歌 48小時 要做兩首歌 壓力很大 對啊 而且都要寫 不是還會有押韻什麼 對 單壓還是什麼 雙壓 雙壓力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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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口味 你可以接到偉哥的話 很厲害 我盡量我盡力好不好 他們兩個是同組的 我哪有同組的 你說因為我們衣服都這樣子 對啊 你們的衣服 真的 你們今天是狗餓 一定要 好啦 重點是我覺得 台灣有這麼多人看 對 然後其實應該也關於 他們有一些什麼老師是不是 是評審老師嗎 對 有評審老師 是不是大家也很熟悉 沒錯 他們的老師很帥 你可以好好說話嗎 他可以好好說話 你學吳亦凡 那我先是Bridge 他們裡面的導師 有吳亦凡 然後潘瑋博 對 然後還有張正月 還有熱狗 還有熱狗 對 跟潘瑋博 我剛剛是不是說過了 說過了 有沒有打牆 他們是不是你們訪問過 最難控制的一群 才剛開始 其實是 因為其實平常我們訪問 都是比較正統的藝人 正統 就是比較正規 但是平常都來宣傳的東西 但是這麼浮躁 並且就是進不下來的 隧動 這個角色不是這樣 你們就好隧動喔 都停不下來 對 但是我有發現 後來節目播出 然後很多討論度的 反而是那些老師 他們講的一些金句 太紅了 我覺得還滿好笑的 真的 其實有做一個手板對不對 來這裡 我們可以先為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請Bridge介紹一下 各位 因為我覺得他們的剪接非常厲害 他們會把一些很普通的話 一直重複很多次 然後他們的鏡頭會 有沒有 你們就在加強那個效果 像這一句 對 你有Freestyle嗎 這好像是一開始出來的 就是這一句對不對 對 講完眼睛要等到 然後配個 這樣有講 等一下節目已經沒有真的燈吧 節目裡面 有嗎 有... 有燈 很有效果 但也太綜藝了吧 很綜藝啊 所以那時候想說 不拍白不拍 趕快來拍 對 然後第二句 我覺得不行 我覺得可以 我覺得很普通 這個就是張正月熱狗的 這就是剛好他們有一段 那個TY跟安喬在海選的時候 對 然後他們有兩位 我覺得這個可以 我覺得他也可以 然後那一段剛好很火 然後就拿來講 而且這幾句 是配著下面那句 堂堂你先記的對不對 堂堂你先記的 對 這一段有點火藥味 有一點 阿月跟熱狗是好朋友 但是卻有不同看法 這滿有趣的 滿有趣的 然後第三句 堂堂你先記者 他來製造一個疑問 對 堂堂是誰 對 誰是堂堂 後來他們就真的跟堂堂合照 剛說他也是堂堂 完全不知道堂堂是誰 堂堂是記者 對 你是其中一個製作 導演還是製作 導演 因為常常是記者 因為常常你是記者 不是記者 沒有... 你句點了 好想把你給炸了 謝謝瑋哥 他好像還好 他好像也可以 也是那一段海選 對 就是安喬跟TY 因為TY跟樂狗 有在微博上說 聽說你要避免我 你沒有避免我 你沒有避免我 這是秀 對... 我們把他一些很細節的地方 模仿出來 對 他想不到大家很喜歡 是... 對 然後後面還有對不對 後面還有對不對 他們金句非常的多 不是這個後面 不是這個後面 好 你看後面是什麼 另外一個版 另外一個 阿樂真的很嚴格 比我想像中 而且還是這樣偷偷說 對 偉哥解釋一下這一句 對 偉哥解釋一下這一句 由來 阿樂真的很嚴格 不是要你模仿 我要你解釋 偉哥 他在這邊解釋 這一句就是那個 他覺得阿樂很嚴格 好 我想我們都看得頭吧 這一句就是 這句就是熱狗覺得TY可以 太好笑 然後結果 阿樂又覺得不行 對 所以就是他就說 那兩個都可以做篩選 所以就說 那他真的很嚴格 你們團裡面 最有邏輯的是反凡耶 他們腦袋不清楚 不然怎麼坐中間 因為這個肚子 這個很需要你耶 整天看電視 對啊 電視耳筒 然後第四句 我沒有寫第四號 我寫的是小五 對 你漏掉了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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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發給他好不好 OK OK 當然先發給他 先發給他 然後一直後退 一直後退 他其實原本沒有後退 然後反正模仿 就是要把他誇張出來 他有後一兩步 有稍微兩步 他大概後兩步 對 他把他影片設計成 繞世界一圈 對 我們大概後了二十萬步 這真的很好笑 對 很有趣 對 再來一個 然後第四句 聽說你微博要罵我 這是第三句 就是TY跟那個嘛 對 阿樂 阿樂的狀況 那個狀況是怎麼樣 TY就是 你確定要給偉哥說 你要先當那個 阿樂 你現在失截 為什麼要幫頭髮 我當阿樂 這樣很像 這樣很像 聽說你微博要遞我 我沒有遞我 我覺得效果 對 好像喔 偉哥跟TI超像的 因為剛好拳骨都很高 好像喔 一秒變TY 拳骨 對 拳骨也看太深了吧 對 然後第四句 就是他剛剛說的 他接著的 他這兩句其實是接在一起的 對 所以第四句很猛喔 它為什麼 它是可以變流行用語 是 你如果遲到的話 你為什麼遲到 沒有遲到 遲到效果 對 有沒有 什麼都可以就對了 可是你可以用來講 萬用 你為什麼劈腿 我沒有劈腿啊 我劈的是效果 對 我連腿都沒有劈 這效果給誰看啊 讓男朋友找藉口 超能的 你給郭靖一個 你為什麼穿那麼漂亮 我沒有穿得漂亮 我穿的是效果 對 而且不知道為什麼 也要這樣 要投兩下有沒有 重點 因為他們也有模仿 對 就是因為模仿 就是有點誇張版本 其實大家都非常喜歡看 我真的是因為 看了他們的影音之後 我才去看中國有嘻哈這個節目 真的 因為我真的覺得 原本我以為他們只有一部 結果他們好像出了十幾部 都是在講這個節目 沒有錯 然後他們每出一部就說 這真的是最後一部 都在騙觀眾就對了 我也以為是最後一部 結果因為有八部 對 而且他們有很多版本 譬如說他們還有在 譬如說酒店的版本 就是在選小姐的時候 然後就是買 那個什麼外賣的版本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版本 比較像魔戒 又有手部曲 又有外賺 又有前賺 每次都最後一部 但是一直都在除這樣 妳好會凹喔 感覺好像也不是這麼一回事 我們今天也可以來看一下 你們的影片 然後再來聊一聊 好